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上一集啊,咱们正聊到啊 这雅尔哈善和这个库车城原来的伯克厄队 这两个人呢,就定下了牢笼计 他们二位啊,认为自己定下的计谋 是一定能够骗开库车城的城门 然后啊,大军随即杀入城中 哎,这库车城就拿下来了 谁想呢,这城上的人呢,他不中计 所以说啊,这计策就算失败了 那么说这库车城里,他究竟有多少守军呢 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当时的文献 像什么西域建文录啊 西域地理图说大清会典等等等等 对当时的库车城内具体有多少守军 多少居民 这些记载啊,都不尽相同 那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的数字呢 其实也很简单 如果说这部书里边的消息来源呀 是从部队方面得来的 您就比如说大清会典吧 上边所记载啊 这库车城内有815户,2610人 哎,这说的是居民啊 那这数字准确吗 它俨然是不准确 那这815户,2610人 也就证明啊,这每一户才三个多人 当然了,这是统计的概率 这人是不分半辣的 那就只能说明这库车城里边啊 寄生办的工作做得不错 哎,这计划生育搞得好啊 也就是啊,一对夫妻 他只生一个孩 哎,实际是这样吗 他当然不是 这上面记录的2610人呢 那一定是这城内的壮丁 那您像这个西域建文录里边就说啊 这库车城内当时啊 城内人口大概有3万到5万人 那么现在我们依照这库车老城的面积推算呢 这个数字显然又过于夸张了 所以说啊,综合各种材料我们推算了一下 当时的库车城呢 也应该有900多户 大概居民呢 6000到7000人左右 再加上啊 他们收留的从北疆逃窗过来的准个2人 加到一起应该是1万人 这1万人里能到城楼上啊 参与守城的大概能有个五六千人 能够上马出城迎敌的也得有1500 据这个前龙年观修的西域图志所记载 这库车城啊 方圆是四里六分 东南北面的城墙啊 都是圆形的 哎,只有西面的城墙啊 是方形的 这城墙的土啊 全是黄土跟红柳汁 混合到一起夯住而成 非常的坚实 这城墙高啊 有一仗九尺开外 所以说呢 骗不开城门 想攻城啊 那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么前方这雅尔哈善和恶队定习了计策 想要骗开城门 为什么骗不开呢 没有成功 那是什么原因 咱们也得分析分析 那不成功的原因呢 那无非就是如下几点 那其一呢 就是有内奸 这部队里出了人家维吾尔人的戏作了 因为这雅尔哈善所带来的这七千兵啊 哎,他是杂牌军 里边必定有这个南疆的缠回 所以说啊 出戏作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不过呢 后来啊 记录这些战役的所有文献记录上 都不曾提到过有间隙的出现 而且呢 我们还知道啊 和这些何卓伯克一起来的这些南疆缠回士兵啊 数量不多 加起来呀 才三百多人 哎,所以说可以肯定啊 都是这些呀 何卓伯克的心腹 所以说呀 也不可能有这个大小何卓的奸细 那其二一点呢 那就是啊 这清军演技太差 被人家看出了破绽 这一点呢 也不太可能 从迹象上看呢 实际上这库车城的西门呢 已经打开了 吊桥迟迟不放 援军迟迟不输 那是因为啊 城上的守军在犹豫 他们不敢肯定来的呀 是不是援军 好家活在了 这西门以外暴走嚷烟的呀 这守军眼神再好 也分不清 到底来的这些人呢 究竟是清军还是缠回 所以说呢 这被识破呀 这一点也说不通 那么上去的就只有一种原因了 就是说呀 这雅尔哈山摔大军围城 根本就没把这库车城围死 这库车城内呀 还有能够出来 给这个大小合着通风报信的渠道 他们之所以打开西门 那肯定是因为他们早就得到了 这个大小合着 要援救他们来的信息 之所以犹豫呢 那也正是没有得到 这个救援部队 以杀到城下的消息 所以这清军的废了半天 是最后还是没能骗开库车城门 雅尔哈山呢 给这个乾隆皇帝奏报的时候就说呀 臣等不胜愤恨 勿期尽行歼灭 意思是说呀 这帮南疆缠回呀 狡猾狡猾的 等我攻开了城啊 皇上您放心 我是一个不留 那么既然现在这城 骗不开也攻不下 应该怎么办呢 哎这大军呢 他可不能闲着 遵照乾隆皇帝的一旨 那旨意是什么意思呢 哎我一说呀 您都得乐乐 虽然呢 这是对敌方针所必须的 但是听起来 乾隆皇帝的这道旨意呀 他多少的 有点吓死赖 在雅尔哈山带领大军出征之前 这乾隆皇帝就给了他一个作战方针 哎什么作战方针呢 这旨意里是这么说的 既金碎不能郡士为整兵前进 容其何价阵旅而还 比例自处 将来进取更易 乾隆皇帝跟雅尔哈山说 打南疆你别着急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哎 如果呀这攻城不下呀 你就把他们城外的装戒 进行毁掉 咱们一时半会儿 虽然拿不下来呀 哎到了将来咱们再打他们呀 他们没有军粮支援啊 这事就容易办了 按说呀 这下作的办法呀 也只有最后迫不得已才用 可是现在这大军闲着也是闲着 干脆呀 哎咱们就办了吧 史书记载呀 将贼人村落所中卖苗 进行揉荐 性丧等果实摘实 也就是说 也是能毁的毁呀 能吃的吃 当时这个季节呀 正是这个性子和丧肾的成熟的季节 这清军呢 足足蹦蹦的吃了几天水果 并且呀算得上是有口福的 因为这个库车城啊 著名的初产就是小白杏 那据说呀是特别好吃 是这南疆的特色水果之一 哎不过学徒我呀给您描述不出来 因为我没吃过 这有吃过的好朋友啊 您留言区给我们形容一下 我们在这儿啊 哎过过掩掩 脑子里歪歪一下啊 也就完了 吃了人家的信啊 毁了人家的庄稷 哎咱们得干点正经事了 这大军呢 攻不下城了呀 不算无能 你要是再放进来这个援军 那可就说不过去了 那这雅尔哈善呢 想到这儿之后 他就得找人商量 那找谁商量啊 他还得把这恶队找来 为什么呀 因为这恶队啊 市居库车 并且呀 还做过这个库车城的城主博客 对库车城 以及周边地区是非常了解 像这个御苏府 他们呀 这些个贵族啊 在这件事上帮不上忙 因为地理不熟 这额敏合作呢 这会儿啊 还重伤啊 躺在床上了 脸上啊 让人家这个守城的兵兵啊 打了一大窟窿 虽然这老头身体健硕 没有性命之忧 但是现在呀 也得先暂时养伤 您看咱们现在这种情况啊 这库车城啊 它虽然是城分四面 但是啊 只有三条大路 为什么呢 因为呀 从这库车城往南说呀 就是沙漠汉海 往那边啊 没有路 您不用担心 那么这第一条路呢 就是往东南方向 这东南方向 这条路啊 就是咱们进军库车的这条路 哎 这条路啊 咱们按说不用担心 为什么呀 因为在这边大路上 每隔几里啊 咱们就有一个卡轮 哎 这书中代言 这卡轮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 卡轮就是哨所 这卡轮呢 是一句蛮语 就是站台的意思 哎 这一个卡轮上有多少人呢 多的这个大卡子呀 哎 有那么几十人 小卡子呢 有几个人 可是啊 都背着这个快马狼烟 放狼烟呢 这个后边也能看得见 是快马 传信息呀 也不耽误功夫 所以说呀 这条路啊 咱们也可以放心 咱们主要要防范呢 就是这两条路 城北通往赛里木的大道 这条路呢 山高路险 并且呀 这路上还有两个爱口 一个爱口啊 叫沙勒达朗 另外一个爱口啊 叫做厄斯克博石 这俩地儿啊 都是险要之地 不管你来多少人呢 也得从这儿啊 单人独计的过来 你想排成排 俩人一块过都不行 因为太窄了 所以说呀 也好办 咱们用碎石啊 把这爱口气死 大不了呢 多派点人 把这爱口堆满了石头 卡死住 这样呢 咱们也算省了心了 并且在这条路上啊 山上有山泉水 咱们完全可以拍一只守军 人不用多 主要的目的啊 就是监视这条道路 最后一条道 就是奔西的 是通往沙雅尔的 就是今天说呀 叫沙雅县 虽然呢 有一条大河 叫做厄根河 把这条道路拦腰切断 不过呢 这水多的时候 可以行船 枯水寄了啊 这人和车马呀 直接从河床上 就能过河 那这条路啊 就是前两天 咱们演戏 不不不 是用计的那条路 眼见着 这雨衣就来了 咱们在河边上啊 建立一座高塔 以大河为屏障 时刻监视对岸的道路 以防敌军来源 您瞧啊 这恶队 给亚尔哈善 出的这些主意 那可谓都是 老城持重之言 哎 那套着这个恶队呀 对库车城 周围的山川地理 那是十分的了解 那么在军中 就是这样 这大帅听了有理呀 那赶紧就派人部署 没过多长时间呢 到五月二十日的时候 正当着清军 在城北山中啊 毒死爱口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 这沙拉达朗爱口 附近的山中 出现了一百多骑兵 这些个骑兵啊 正是从塞里木方向 赶来的敌军 那么敌人来袭了 当时啊 在爱口干活的 这些清军呢 放下手中的伙计 赶紧迎战 那这有多少清军呢 哎 不多 八十多人 也算是双方兵力 也差不太多 那么打的怎么样呢 从这个雅尔哈善 报给乾隆皇帝的 战报来看呢 哎 那是打赢了 战报上说呀 官兵枪尸进发 伤贼数十人 向西败走 向西 阿格苏等处 侦察之贼 也就是说呀 这是一队侦察兵 是从哪来的呢 从阿格苏那边过来的 让我这八十兵啊 是连枪带剑呢 哎 就射死了数十人 来的人数不多 所以估计呀 是侦察兵 哎 但是剩下的呀 跑了 没过几天呢 在城的东北 又发现了二百多骑兵 哎 当时呢 正是四股十分 四股十分呢 咱们算下时辰 应该是夜里的 一点到三点左右吧 因为这个天色已晚呢 所以清军在攻势战壕当中啊 一直是开枪放剑的还击 发现对方没什么动静了 以后啊 这才上马开追 雅尔哈山的战报是说呀 追之城下 贼人坠马 受伤者甚重 即杀贼五十余众 哎 您瞧了吗 这又杀贼五十多 这前后几天呀 加起来呀 快一百了 那这乾隆皇帝信吗 乾隆皇帝呀 这根本不信 你前边击杀几十 后边击杀五十 你全杀了吗 一个活口你也没逮着 也没审出口供 要说你欺君呢 雅尔哈山 我还不是小瞧你 你还真不敢 因为在军中啊 有密奏之权的侍卫将领 可不止一两个 可是啊 你完全有吹牛的嫌疑 要说呀 在这军中吹牛啊 这事啊 可大可小 说小了呢 你也无非就是啊 虚报战功 往大了说呀 也能够你一呛 你这个 哎 就叫欺君 至罪掉脑袋呀 也玩似的 乾隆皇帝这会儿啊 正用着雅尔哈山呢 所以说呀 也不好过度伸吃 不过呢 在圣旨里呀 还是瞧得出来 乾隆皇帝 对这件事情 很怀疑 不过呢 这乾隆呢 说瞎话归说瞎话 这乾隆皇帝呢 质疑归质疑 无论是乾隆皇帝 还是雅尔哈善 这会儿 心里都憋着一股劲 这君臣二人呢 都想大大的打上一场胜仗 这乾隆皇帝 想以此啊 堵住那些反战大臣的嘴 而这雅尔哈善呢 不光是为了这军功奉赏 主要是打了胜仗之后 能够鼓舞士气 以壮军威 这眼看就到了六月十五日 清军所有的防御系统啊 基本上已经完善了 就在这一天呢 这库车城啊 终于迎来了大规模的援军 这支部队人数可是不少 一共啊 有三千骑兵 领军带队的 就是这个库车城 现在守城的将领 阿普都克勒木的弟弟 叫阿普都哈里库 您还记得呀 我跟您说过 咱们听大小合卓这段书的 这个原则吗 您记这个故事 不用记人 您就知道啊 有这么一个南疆缠回的将领啊 领着三千骑兵 来救援库车也就完了 那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员带兵的将领啊 是城内守城将领的弟弟 那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往东这条路啊 是这个清军最为放心的 因为在这条大路上啊 这清军呢 早就布下了卡伦岗哨 所以说呢 刚一发现这敌军的动向啊 这亚尔哈善在大本营当中就得到了消息 这大营当中的主力军呢 就做好了准备 按下大营当中的亚尔哈善呢 咱们暂且不表 咱们先说前线 在前线呢 有一个大的卡伦也就是大的哨所呀 领军呢 是一位蓝陵侍卫 名字叫做达克塔纳 咱们呀 讲扇破营那段书的时候 我跟您聊过 这蓝陵侍卫呀 虽然是侍卫当中最低档的 不过呀 有可能这些人才是真正的 大内高手 比起那些呀 以这个忠诚度为第一的一二三等侍卫呀 他们呢 都是内部招工 也就是说呀 都是这个八七贵胄天子晋臣家的孩子 这武功啊 不一定有多好 这蓝陵侍卫可就不一样了 蓝陵侍卫呀 他属于社会招工 这里边啊 五举人五进士五状元都有 所以说这蓝陵侍卫呀 那赶上武功好的呀 那才是真正的大内高手 咱们就说这位蓝陵侍卫达克塔纳吧 就是一位呀 武功高强 又有套略的将员 这达克塔纳发现敌军来犯之后 就带了一百八十名绿营兵迎敌 那这来犯的敌兵啊 有三千 他只有一百多名绿营兵 您想啊 这来犯的敌军能把他放在眼里吗 于是啊 就派出了四五百人 直接呀迎击着一百多清军 这四五百人呢 是先锋部队 这大部队呢随后碾压 这清军呢 在侍卫塔个塔纳的指挥下呀 是且战且退 往哪退呀 往包围圈退呗 眼看这一百八十名绿营骑兵啊 在侍卫的带领下呀 就下了隔壁滩上的一条长沟 这来犯的三千敌军呢 追到长沟里一看呢 找不着人了 到了这会儿这沉回带兵的将领 阿卜多哈里克才发现 这个地方啊可太凶险了 一条长沟是没头没尾 两边高中间低 还别说呀 懂兵法的人了 这老百姓也知道啊 上打下他不费辣呀 这清军呢 把这大沟两头一堵啊 从上往下 不用开兵建杖 扔石头射箭打炮子儿 那等着的呀 就是全军覆没 这缠回将领 正要指挥军队 撤出这凶险之地的时候 哎 怕什么来什么 只见这沟沿上啊 是惊奇招战 耗炮连升 这清军的大部队呀 可就把这围住了 自打发兵以来 这清军呢 也憋了一口气 这成呢 是久攻不下 用了个计策呀 还没有成功 两拨小分队来呀 虽然是打跑了 可是啊 显然那些人呢 是侦察兵 跑回去一个呀 也起到了侦察作用 那等于是啊 就是白费劲 总而言之啊 这清军呢 到了现在呀 是一仗 还没有赢过 这会儿呢 看见沟里这帮插翅难逃的 缠灰兵啊 哎 这群清兵可算来了近了 那咱们就来来吧 弓箭也好 是枪子也罢 往这壕沟当中啊 就发了一个时辰 雅尔哈山一看呢 哎 这时机差不多了 指挥大军冲下壕沟 是一通砍杀 那简直就跟这个砍瓜切菜一般 这沟里的馋回呀 挨了两个多小时的枪林待遇 这会儿是毫无战斗力 这清军呢 在四十 也就是十点钟左右 我发起总攻 到了正午时分 战斗结束 这缠回的带兵将领 阿卜都哈里克呀 那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只有他呀 带领着一二十亲随 负伤突围 跑了 打扫战场点数的时候啊 清军发现 这三千人的队伍 广打死的 就两千四百多人 除了跑了的二十几人之外呀 剩下的是西数俘虏 清军这边呢 阵亡数人 这数人的意思啊 就是用十个手指豆 都能数得过来 负伤的也没多少 这用句这个战争用语说呀 清军这场仗打的 那太理想了 叫完胜啊 战力品方面啊 那就更丰厚了 广市啊 还能用 还能打仗 没有受伤的马匹啊 就搅和了一千多匹 受伤的马匹啊 也有一千多 这回啊 开斋了 吃马肉吧 广市驼自众的骆驼 就搅和了十多靶子 诶 有人就问了 什么叫做靶子呀 诶 这仰落的有规矩 五个为一串 六个为一罐 七个为一靶 八个为一帮 那十多靶子 诶 那就是一百多匹呗 这剩下的刀锚弓箭 鸟枪自众 对的呀 就像小生一样 数都数不过来了 这一战下来啊 这一战下来啊 清军的士气大长 那广是前线的将士高兴吗 嘿 这北京城的乾隆皇帝 高兴的嘴都合不上了 这乾隆皇帝街头奏报的时候啊 是夜里 这大捷的战报啊 是六百里琴节传到了乾隆皇帝的手中 放下了战报之后 怎么高兴好呢 这乾隆皇帝一高兴啊 就做了两首诗 田沟受杀赶回顾 雪流飘处十无河 绞贼两千四百余 伤我十数中看家 视为狂回第一战 随头天佑微黄霞 君书日约六百里 奏含夜至披衣冠 这诗啊挺长的 前头后头啊还都有 我就摘两句紧要的 给您念念就得了 说实在的 念乾隆皇帝的诗啊 总有点无盲在背的感觉 哎也不知道啊 哪别扭 这诗里写的挺明白 在这个大沟里一战呢 广杀敌就两千多 那可谓是雪流飘了楚了 这我方一战下来啊 伤亡也无非才十几个人 跟这缠回的第一仗啊 算是漂漂亮亮的打胜了 此一胜仗是以为镇心 以为祖宗在天之灵 这六百里加几夜 把这个军书传到镇的手里的时候啊 夜里 我呀等不到明天了 披上衣服把灯点上 连夜我就把这奏报看完了 那从中啊 足以看出这乾隆皇帝 得到胜仗的消息啊 哎 那绝对是高兴的 就在这首诗里啊 还提到了恶队 就降伯克为我用 齐名恶队显治家 备知彼中之行事 西告将臣防周遮 意思是说呀 不但我这兵啊 仗打得好 并且呀 归顺我来的这些南疆缠回 也都是人才 你就说这个伯克厄队吧 他呀了解当地的情况 把情况啊 告诉了我带兵打仗的将领 所以呀 才能部署严密 防范周降 这诗呢 很一般 不过那个心情是好的 乾隆皇帝下旨 伯克厄队熟悉要冲 欲筹防范 祝赏银一百两 现有功克之回城 既授为伯克 也就是说呀 除这一百两银子之外 下边无论在攻下哪座城来 这恶队呀 立刻上任 就是这座城的城鲁 不但如此啊 这有功人员 像什么 雅尔哈善呢 俄敏和卓 玉祖府啊 哈宁哥 还有这个顺德纳 艾隆俄 这些个有功将领啊 每人赏 御用荷包一个 您别乐 这呀就相当于军功章 是荣誉的象征 最有功劳的 当然就是那位 诱敌深入的侍卫 达克塔纳了 跳过三等侍卫 直接从蓝陵侍卫 被就晋升为了 二等侍卫 等于啊 跳了一级 不过这清军呢 也不能广顾这高兴 这雅尔哈善通过对 俘虏的审讯 来救援库车的部队呀 可不只是这一支 三千人 还有一支三千人的部队 在哪呢 不知道 那三千人呢 跟这三千人可不一样 因为这领军的将领啊 他升级了 让这清军 摸不着动向的三圈援军呢 带兵的将领 正是这小合着 货极战 我后面的领导 三千人的领导 带兵的领导 那小盆导 那小盆导 他在在带兵的领导